版本举手投足间都洋溢着不同寻常的男人 最近小镇上下起了多年难得一见的大雪 娇娇被动的只想早点回家休息 版本似乎对这场大雪很感兴趣 娇娇这才发现 自己从来没听版本说过她的事情 不过她并不担心 打算在未来慢慢了解版本 只要俩人还在同一个学校就好 另一边 二傻聚集在一起 看红帽子捏的雪兔子 一问才知道 红帽子居然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 从小玩雪得心应手 见版本过来 她还得意地向版本展示自己的玩雪技巧 版本跟着学习 红帽子说这种大雪 就是需要在雪地上留下点印记 她往雪地一躺并提醒版本 这留印记也是一门学位 最好是让路过的人看了难以忘记 版本点点头 在红帽子躺过的雪地再次躺下 胖子大惊 这是达芬奇的人体结构图 不但体验了玩雪的乐趣 还帮助看见的人复习了知识 版本的印记真是清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红帽子没想到自己的优势居然被打败了 于是下课后她又找到版本 表示要教她第二个项目 堆雪人作为下雪天老少嫌疑的项目 最简单往往才是最难的 帽子教的是基础 让雪人保持平衡 堆出最基础的平衡才是要解释 版本有样学样 再看到成品过后 红帽子夸奖新手能保持对称已经很不错了 但版本却觉得姿势不够撒爽 当竞用雪球堆出了标准九徒身遮遮力 红帽子绷不住了 就好像大家都去考试 你兄弟告诉你他第一次考 考前还没复习 你傻了巴基安慰他 放轻松去考 出了考场后 才发现他居然位列第一 红帽子觉得自己像个蹦跶的小丑 这时申赖突然出现 红帽子吓得立刻起宣问号 申赖却让他通过自己玩雪的强项 堂堂正正的将版本击败 红帽子深知申赖的脾性 他约了版本进行第三次下雪活动 打雪仗 利用雪球击中对方的玩乐项目 两人躲在雪壁堆积的屏障后面 胖子和刺猬头做裁判 两人动都不行 曹操宣布了比赛开始后 他们就躲进了房间 而门外两人开始了激烈的塌塌开 由红帽子率先发动攻击 版本左摇右晃 躲开了飞来的雪球 随后版本抓住机会发动攻击 雪球宛如冰雹似的朝帽子砸去 红帽子狼狈的躲在掩体后方 他决定等版本的攻势缓下去 自己再次发动新的攻击 偏偏这个时候 红帽子闹肚子了 红帽子看着版本有些不解 这么冷的天气 版本穿这么点衣服 怎么能坚持打雪仗的 这时 版本在雪球内裹了东西 那雪球轻轻地滚到了帽子身边 见外层的积雪被融化 帽子大惊 难不成 版本在雪球内夹塞了炸药 红帽子已经 怕不能坐以待毙 于是立刻起身抓起雪球冲向版本 没想到版本已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啪 甩出一击 红帽子当场倒地 啊 原来 失败的感觉是这么冰 怎么会一点都不冰 红帽子这才发现 原来击中自己腹部的是一枚暖宝宝 版本上线一步 缓缓打开单薄的衣服 盛光过后 他内衬里居然全是暖宝宝 原来 刚才融化雪球的东西 就是版本分享给红帽子的暖宝宝 输了 这下 红帽子彻底输了 他转身离开 气不成声 他觉得自己是个大傻子 根本没被版本放在眼里 这时 神赖找到他 开始蛊惑红帽子 只要这个世界没有版本 他就不用受伤了吗 高一的生活即将结束 班长将自己这段时间 拍摄的照片拿了出来 他记录了班上不少人的回忆 但最受欢迎的 还是版本的照片 其中 将乱放的雨伞 当作插花的版本照片 被奉为艺术之门 不仅如此 当初马拉松比赛中 版本在前方狂奔 眼镜在后面追 班长好不容易才拍到一张帅气的身影 班上的同学纷纷表示 希望能复印一张照片 红帽子没忍住 举起了一只右手 但是他却赶紧按住 说是8823学长找他们有事 红红因为版本的事情很纠结 便没有去参加会议 8823告诉众人 申赖今年还是不打算毕业 有小一个就问了 听说申赖学长作为人类 已经转生了一万次 是不是真的 这种传闻并不靠谱 但申赖最喜欢玩弄人心 8823提醒小弟们 记得树立好坚定的内心 不然一定会被趁虚而入 另一边 班上女生们还在热烈讨论 上次的海边旅行 大家都想要版本八块腹级出域图 班长却遗憾地表示 当时版本一头扎水里 他就再也没看见人出来过 早知道就戴防水相机了 红帽子捡起 飘落在他身边的照片 他捏着照片跑路了 说起这张照片 还有些故事在里头 当时版本跳入水中 要不是二傻拼命拉住了帽子 他就要追随版本 一同跳入海内了 申赖见他神色焦虑 开始拱火 就是因为版本 帽子才变得不像自己 他递了一根烟给帽子 为了证明自己 没有被版本改变 帽子结果烟就搓了一口 被呛得有些不知所措 神赖说 版本就是天上的角落 吹出他的人 就像是飞蛾扑火 永远看不到尽头 既然得不到 那不如就让他消失好了 在神赖的洗脑下 帽子颤抖着手 将那张游泳的照片烧毁了 他决定听神赖的话 将版本从这个学校赶出去 高一升学的同时 高三学生将引来毕业 校长讲话过后 便邀请学生代表上台 见版本带着排球起身 学生们惊讶不已 一年级居然就当上了学生代表 不愧是版本 只见版本举起排球 就是一个掌机 高高飞起的排球 将天花板上的旧排球凑落 三年级学生大惊 那 那是 他们刚入学时 打到天花板上的排球 原来版本为了不让毕业生留下遗憾 还特意将这个排球拿了下来 多么贴心的人啊 强迫症直接抱着哭好了 就在版本上台发言 祝福毕业生的时候 红帽子拿着棒球棍走了进来 起初学生们还以为这是特殊表演 可红帽子来势汹汹 角天赶紧上前阻止 被一棒球 将其自满的平头擦出了火星 之后帽子又吓退了两名老师 当校长试图阻拦学生的时候 神赖挡在了他们身前 角天老师已经被打击到躺在地上 正是8823和二傻子等人赶到现场 他本想上台将红帽子拖走 没想到版本却比了个虚 他毫不慌张地拿起话筒 准备继续演讲 面对帽子的攻击 版本告诉三年级的毕业生 在遇到困难时 不要心慌 只需闷头前进即可 学生们惊喜 原来这是安排好的演出表演啊 佼佼却看出来 这是临场发挥 台上红帽子还在找茬 版本却一边演讲 一边躲避红帽子 并将这种行为称之为 找不到方向时期的迷茫 同时通过弹奏钢琴 让帽子的棒球棍 有了一个合理存在的借口 众人都被这精彩的演讲所打动 版本爬上高台栏杆 躲避红帽子的攻击 将演讲带到了最高潮 随着帽子打人不成 居然一个重心不稳 脚卡在栏杆上自己摔了下去 版本难得惊讶 他一把拽住掉落的红帽子 学生们震惊 这是帽子脚腕勾住栏杆 两人组成了世界名画 然而不满被救的帽子 抄起棒球棍砸向了版本的手臂 让他立刻放手 神赖愉悦并犯了 在下方听帽子对版本发泄情绪 班长剑东真格了 准备上去阻止 佼佼拉住了他的手臂 不行啊 如果这么做的话 版本之前的努力就全报备了 这时帽子还在发火 他觉得版本不该救自己 像他这种烂人 版本其实一点都不在意 他挥动棒球棍去砸版本的脸 帽子被自卑和深赖的洗脑弄魔症了 一边哭 一边用棒球棍拼命去砸版本的手臂 他哭得上气不及下气 说自己这种烂人不管也罢 然而版本却表示 像帽子这样能展示自己的人 他非常欣赏 帽子嘴上说不信 但已经被版本劝服了 这时版本还能举起话筒继续演讲 如果不能相信自己了 帽子回头看他 这时版本手上的手 已经抓不住帽子了 他居然脱了裤子 拽住红帽子让他平安落地 你还能相信你的朋友 见版本为了拯救自己 不惜脱下裤子 红帽子泛然醒悟 版本也趁势结束了演讲 两人堪称精彩的演出 让所有人都为之鼓掌 823帮版本接好了手掌 红帽子嗷嗷大哭不断道歉 学长却知道 帽子是遭到的蛊惑 见其他学生也十分恐惧 版本决定去医务室处理伤口 他在这里见到了申赖 申赖今年还是不准备毕业 在他看来 毕业后的社会是漆黑的 看不见未来的深海 那些抱着梦想毕业的学生 都将是溺死在海水中的可怜人 其实申赖嘴上说的好听 不过就是在逃避现实罢了 所以版本说他格局小了 如果是版本 他就会投身于大海中 选择寻找能够寄托希望的新大陆 俩人不欢而散 版本出来后 就见8823在那边捏拳头 他打算为了学弟们和申赖同归于尽 不过版本倒是提供了一个意见 当三年级学生毕业 离开大会堂的时候 8823带着一群小弟走进了会堂 当即下过举手 并大声对申赖说 恭喜学长毕业 希望他未来 能在漆黑大海的惊涛海浪下 找到灯塔的新大陆 申赖并不搭理众人 转身准备离开 没想到版本似机已旧 此时上前 就是一个秘技 膝盖冲击 申赖防不胜防 倒在了众人准备好的惊涛海浪上 家长们纷纷举起手机拍摄 申赖不但被自己人强制送走 还遭到了家长和学生之间的社会性死亡 毕业季落幕 红帽子的行为被当作是表演 最后并没有遭到学校的处分 申赖也再也没有出现在学校 有人曾看见他 带着冲浪板在海边眺望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在寻找希望的岛屿 毕业后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学校 版本称 收到了某宇宙开发组织的邀请 准备远渡重洋 这是全班都用蛋糕袭击版本 打算在他离开前做最后的庆祝 版本身子灵动 奶油全部落在了同学的脸上 他截住其中一碟 告别后缓缓走出教室 他在门口遇见了8823学长 学长问版本在校内有没有遗憾 版本确实有一个 他至今没有数清 一无是天花板有几个洞 那你猜8823 为什么叫8823呢 最后一个遗憾被弥补 版本走出教学楼 佼佼等人含泪跟他道别 这位帅哥终于是伤感了一下 最终主动带着奶油 走出了校园大门 之后版本真的远渡重洋 来到了NASA做船长 在火箭发射发动机燃料泄露的情况下 版本切换成手动架势 让火箭在天空螺旋翻转 成功登天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报感队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